這一集的雨停去哪裡 來到Garina的電競館 大家知道現在最流行的打Low是什麼嗎 Low其實就是英雄聯盟的簡稱 它是我們偶爾的線上面的角色 你有沒有覺得 你想要把各位燈到紅色就像 它就只有麥克風 現在剛好是英雄聯盟的休賽季 今天是他們的全民選賽 我們現在就要體驗一下打Low的感覺 目前台灣一共有八支英雄聯盟職業戰隊 每年要進行春季夏季的炒國新季賽 今年則是由閃電狼拿下兩季冠軍 我們現在要訪問到就是閃電狼在這邊的選手 大家好我是閃電狼回家製作成員 然後我是在這邊 閃電狼打了四年多 對然後直接打了五年這樣 在一開始加入的時候我是蠻開心的 然後但是進來之後我發現就是這個 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簡單 就是你要投入很多的時間 你可能像我們練習時間是早上十點到晚上八點 但是其實我們都會練到一兩點 從2012年台灣首支英雄聯盟 職業戰隊台北按下新TPN 在第二季世界大賽打下冠軍後 讓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電競產業 世界快捷 當初一開始只是好玩 玩到後來就一直玩 然後之後就看到了 就直接在這種遊戲的時候就開始覺得好玩 然後就覺得好玩 那時候 TPN在一起聽說人們就想要去面對 世界快捷 所以那時候 我在家看的時候也覺得蠻感動 那時候就只有說 如果我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要跟他們打得一樣好這樣子 對 在J-Team負責下路攻擊位置的BB 曾是TPA的其中一員 當時也參與了世界大賽冠軍 26歲的他 決定在今年競賽後 結束職業生涯 就很高興可以幫助電競產業的發展 因為 其實我只是 真喜歡比打比賽 然後也沒有想這麼多 也就是 那時候剛好拿了冠軍這樣 前三名 相信大家看到這邊 可能也跟我有一樣的疑問 現在就請專業的選手 來為我們解答 電競選手為什麼 都要在玻璃屋裡面對戰 因為玻璃屋裡面其實 他不是只有一個 他現在裡面很熟 然後其實還有一種 一個小朋友 還有一種沒辦法干擾 一種主播的聲音 很大顯 然後就靠個有什麼干擾 還有那個防照耳機 那邊會比較公平 就是不會透心到 那邊會比較公平 那邊會比較公平 通常都在聽隊友間的屁話 沒有啦 就是一定是比賽先就是溝通 因為不管是每一度 或是在打回戰的時候 都一定要比較好 不管 可能miss要吃東西 對 其實世界各國 已經在電競產業投入多年 而立法院 在十一月七號 散讀通過 將電競納入運動產業 未來也有機會 成為亞運奧運的 正式比賽項目 像我們 S2剛剛冠軍的時候 我們有去立法院去爭取 然後過了這麼久 終於成員 輸入一環 那我相信未來的發展 也會越來越好 是不是社會大眾 現在還是滿不認同 就是電競是個運動 但是既然政府通過有豪武 之後 這對我們是一大的拍子 然後 而且之後還會有豪武 聽說阿美也會有比賽 那 也希望有這個機會 可以去代表這樣 對 今天來到明星賽的現場 感受到英雄聯盟的魅力 而且還可以親眼看到選手 在對戰式裡面對戰的感覺 真的很酷 那我立刻想要就來打一場 以下就開放隊友來Carry我 我再召喚小姐 跟你們喔